杨子毅热爱骑单车的90后新生代 小时候他有着天马行空的人生志向 有时候想当消防员啊 那个厨师啊什么都有了 直到13岁那年 杨子毅参与慈祭活动 担任殷控志工 在影片里看到慈祭志工 和仁医会国际赈灾的身影 他的向往变成是成为护理师 但毕竟日常护理的工作 和国际赈灾不同 尤其杨子毅是待在洗肾中心 周而复始的工作模式 更需要严谨的态度不容出错 男护士也是有可是比较少说 像子毅他的优点 就是他其实他的思想很positive 他整天都会不会以 会对事不对人的 他会以一件事来讨论 到底这件事是不是需要改善这样子 家访可让护理师深入了解 圣友的生活情况 对子毅来说 世病尤亲是本分 我们是我们的圣友的partner 是一种partnership 我们两个人呢 如何把那个生活品质 还有他们的健康 提升到一个最高的点 让他们生活觉得有目标跟有展望 大家都是忽视 大家都把身友顾好 那是一定的 大家都把病人顾好 可是要如何地把自己 找到一个价值在那边 这是我的理想 在护理师这条路上 杨子毅宛如骑单车时 心智笃定 不轻易妥协 答案就在前方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导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导